市長為什麼今天是你來 不是吳釗謝部長來 這麼不尊重我們外委會 為什麼 為什麼都不來 三次都不來 都是你來 部長什麼時候回來 什麼時候回來 什麼時候回來 市長為什麼今天是你來 不是吳釗謝部長來 這是按照委員會規定 部長按照規定請假 這張就是他的假單啦 是 這假單是 曾厚人次長代行的 不是吳釗謝部長親自請假 為什麼這麼不尊重我們外委會 為什麼 次長是代理部長 他出國的期間 出國的期間 他自己本身出國之前 為什麼不知道要出國 為什麼不會事先跟我們請假呢 他要他出去了以後 才找人家幫忙請假 我們有一定的程序 照一定的程序走 今天我外委會開會議 部長下午要人代理的話 或者說今天邱泰山主委不能來 都親自來請假 這就是尊重外委會 尊重國會 你外交部就是不尊重國會 你吳釗謝部長 我們這一任 已經請他25次了 他自己呢 來這邊 請他25次了 他才來過12次 他只有48分耶 只有48分耶 報告委員 任務的需求 任務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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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各部會都沒有任務需要 你今天說出國 疫情期間外交部長出國幾次啊 就這一次出國而已 其他都是找藉口不來 來 部長什麼時候回來 任務結束就回來 任務結束就會回來 任務結束就會回來 什麼時候回來 我現在沒有辦法告訴你 是你不知道對不對 任務快結束就會回來 然後呢 他回來再關三個禮拜 什麼時候能夠到外委會 疫情的如果說 檢疫結束以後 自主健康管理以後 一定會來 他如果不回來的話 審議算是你要幫他審嗎 他不會不回來 那審議算是你要幫他審嗎 尋答的時候是 你要幫他尋答嗎 如果該我來我一定來 什麼叫該你來 應該該他來沒有該你來啊 他如果在檢疫期間出不來啊 他出不來不能夠尋答 我們就不要審啊 那這是委員的決策 好 今天如果部長本身 沒有辦法親自到委員會 來做預算的尋答 今天喔 按照預算法 各部會首長為他的預算 都必須要親自的 來辯護來做說明 不管行政院長在院會也是如此 各部部長在各委員會都是如此 今天外交部長 如果不能夠親自在委員會 做尋答的話 我們外交部預算就不要審 就等到他回來再來審 是